3月17日晒娃狂魔陈冠希在个人社交网站晒出女儿的金照照片中 女儿穿着暖和头发微有些凌乱但是更显可爱 最让人惊讶的是女儿是骑在一头鳄鱼身上拍这张照片的 身为老爸的陈冠希看到骑着鳄鱼的女儿也十分激动 配文道女儿主演奇幻森林疤将会在2025年上映 还打了好几个感叹号 自从陈冠希容身为奶爸后 曾经不羁的浪子就完全换了一个人设 变成了宠女儿家晒娃狂魔 不仅三三两头忍不住分享女儿去世 言语中满满的爱更是藏都藏不住 让网友直夸 做冠希哥的女儿真的好幸福呀 近日陈冠希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女儿的照片 照片背景是巨大金刚 女儿扎着丸子头背对金刚伸出小手 陈冠希配文请把女儿从金刚手里救下来 父女俩看起来玩得十分开心 周杰伦随后点赞并评论到CuteBaby 看来我们周公主有自己女儿还不够 别人家女儿也是十分钟意啊 网友对此纷纷评论 你也帅啊真是太可爱了